高雄凤山区的新安街20号凌晨大约是1点01分的时候 传出严重的住宅火警 目前已经造成一死以命为的状况 那当时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 已经发现现场的火势相当的凶猛 而且浓烟密布是立刻不水线抢救 那根据了解这栋建筑物是三楼的透天措 顶楼还有夹盖铁皮 那当时屋内是有一家五口 不过在火警发生的当下呢 住在二楼的夫妻俩也是直接从二楼跳下来逃生 那屋主的妈妈也就是国中生的祖母 也是顺利的逃离 那这三位逃离以后是分别受到呛伤 意识还是清楚的 救护人员也将他们预防性的送医 暂时没有大碍 不过住在三楼的分别是念国中跟高中的兄弟 是来不及逃生 警销人员大概是在1点31分扑灭火势之后 进到屋内搜索 那发现这个16岁的哥哥跟14岁的弟弟呢 是倒在二楼的楼梯口 那现场是没有生命迹象 所以赶紧将两人送往凤山的长庚 跟高雄的长庚医院去急救 不过最后16岁的哥哥依旧是伤重不治 但弟弟在抢救之后还是有恢复呼吸心跳 那根据了解两个兄弟 两分别是就读中正高中的高二 以及凤甲国中的国二 那警销目前初步的判断呢 是一楼的家具燃烧 可能是燃烧家具跟杂物 那详细的起火原因 警方还要后续再调查理清 以上是目前收到的最新消息 先将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 请不吝点赞订阅